他有时候就经常跟我说 做演员一定要有什么定位 或者怎么样 就包括有一个机会 就有一个组 他需要一个猪八戒的形象 然后当时呢 我也是拜过试以后呢 师傅说要不站吧 您去试试 然后当时我就试了 试完以后呢 就觉得没有想到 就是自己 就第一个 就人生中 第一个能说台词 有没有有幸 然后呢 还能打的一个猪八戒 啊 有视频资料 咱一起看看 老大 喜欢吗 安排 还是老大牛 做这些造型啊 这个包括演戏的时候 有什么趣事吗 就刚刚那个猪八戒的造型 就是会拿一些那个硅胶 把这个上半脸 还有包括耳朵 这全部护住 然后护的时候 你整个人 他说只给你留两个鼻孔 呼吸 再一个就是别人说什么 然后你都是拿着猪耳朵 啊 你说什么都这样子 所以演戏其实是一件幸福的事 对对 是 尤其是做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 就感觉自己开始正式的就是进又进了一步 就这个行业里边了 但其实我知道中间还是经历的坎坷的 对吧 虽然说戏也接得越来越多了 也有广告了 也有活动了 但好像出了一些特殊情况是吗 突然呢就接到七哈利比的电话 就是我的父亲 就突然一夜之间就脑出血 然后就我这班呢也在工作 也忙着回不去 脱不开身 然后导致了 从那时候我从来不喝酒的 然后后来呢就是 自己也挺颓废的 感觉心情也特别不好 然后就喝酒 吃 就导致自己面瘫 突然面瘫了吗 是这边是吗 对 这边 好像和这边还是不太一样 对对的 没有完全回处 对对对 没有好多手 整个脸是塌下来的 那可怎么演戏啊 就是那时候就几年吧 就差不多有一两年的时间 每天就去医院 扎针回来 就是运动 扎针 运动 扎针 把自己也关起来了 对 还好就是我一个朋友 我一个高中同学 他再来来回回给我跑 就是我父亲的事情 然后呢我呢就是 又回不去 又干着急 然后钱也花 就是自己也没了 又一直看病 然后就钱也花得 差不多也花光了 他呢就到处给我借钱 然后就到处给我借钱 就治疗我这个面瘫 说你这个东西 如果好不了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 就是你怎么去赚钱 怎么的东西 然后呢后来 我就觉得时间也长吧 整个人生就 我是整个心里面 就封闭起来了 我会甚至会认为 他帮我感觉是对我一种 对我一种廉价的一个可怜吧 然后后来我也说了这个事 当时到第二天 他就离开了 就这么直接跟他说的 结果就是这么直接 说给他的 那多伤人家的心啊 所以说我现在很后悔 然后就是 你说完之后 他什么反应呢 他就直接离开了 第二天就给我发一下微信 直接说以后你别联系了 然后就直接把我拉黑了 然后从那以后我也 我也不 就出于面子 我也不会去扎他 或者怎么样 反正就是这样子 我本来以为 就会是你一生一世的 好兄弟呢 我一直 我们俩关系一直处于 真的是 就可以说用女生 那个词来说 这我们好闺蜜吧 这我们男生之间的好闺蜜 好兄弟 对 好兄弟 就特别特别好那种的 那如果他要是 有一天出现呢 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会怎么样 应该不可能吧 反正我来说 是任何人都没有告诉 包括横店 那一些拍戏的朋友 他都不知道我过来